好 剛剛有位同學又問了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仿錘體 好 我們來說明一下 早期科學家在觀察細胞分裂的時候 他們注意到說 這是我們的染色體 我畫兩個染色體為例 代表就好 然後不是兩端會有中心力嗎 當時是看不到中心力的 看不到中心力的 因為中心力很小 然後發現這邊會長出仿錘絲 這樣子 好 等我一下喔 我先把它拉好 不止喔 葉子這邊會這樣發光光 像這樣子 好 這是當時科學家看到的樣子 他們看到的樣子呢 比較像 我畫一看顏色 換個灰色 他們看起來這邊霧霧的一片 這邊霧霧的 當時的顯示器裡面那麼好 那些絲裝物 那些仿錘絲 看不清楚 他們看起來就這邊霧霧的 霧霧的 霧霧的 所以是不是很像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在當時叫做仿錘狀 所以他們稱這個結構就叫仿錘體 所以仿錘體是整個叫仿錘體 因為他當時只能這樣 只能看到整個樣子 是後來顯示器越做越好 中間我畫成紅色那個細絲 後來才看到的 才命名為仿錘絲 構成仿錘體的細絲叫仿錘絲 好 那當時科學家 不但發現這個大大仿錘體 還發現這邊有些這樣子對不對 這個位置是不是好像星星在發光 所以叫做星盲體 或叫星狀體 星星在發光的星星的光芒 叫星盲體 所以這些結構都是當時顯示器 還沒那麼厲害的時候 看到細胞分裂的時候 那個染色體在這裡 就染色體是被一個 類似仿錘狀的結構包起來的 就叫這個結構叫仿錘體 然後這邊有些發光光 就叫星盲體 都是當時的名稱 可是我們現在用過去的翻譯叫仿錘體 你們是不是非常陌生 因為仿錘現在已經沒有在用了 知道仿錘是什麼嗎 就是仿織機會飛來飛去的那個梭子 那就是仿錘狀 但現在的仿織機你們都不在用了 你們甚至你的仿織機都沒有在使用了吧 那個梭子呢 前面兩根是尖尖的 可能會刺傷你的手 睡美人就是被那個仿錘戳到才睡著的 對不對 他的仿錘不是立的嗎 仿錘 仿錘機很多種 有些是橫的走 有些是直的走 都有 就是那個形狀 對不對 所以這個結構 以現在的生活來講 跟你講這叫仿錘狀 你們可能陌生 如果改成這叫橄欖球狀 可以嗎 你們比較熟悉 橄欖球知道齁 所以我們可以叫這叫橄欖球體 就不好聽了嗎 還是叫仿錘體好了 不然就這橄欖 橄欖的樣子 這叫橄欖體 對不對 不好聽啊 所以就要 就過去的翻譯直接來用 它叫仿錘體 也順便要還念一下什麼叫仿錘 仿錘就是紡織機中的梭子 所以歲月如梭 那個梭就是 它會飛來飛去跑得很快 所以叫歲月如梭 時間快的跟梭子飛來飛去一樣 以上 以上是仿錘體的介紹 星盲體就是在旁邊 這邊除了放出仿錘之外 不是還有一些在旁邊長出來的絲 所以好像中間有個星星在發光一樣 好 所以如果我現在再換個顏色 用藍色好了 這個結構叫做仿錘體 而我框起來這個位置 是不是好像星星在發光 它就覺得好像星星在發光 叫星星的光芒嘛 就叫做星盲體 這些都只是當著看起來像什麼叫什麼名字 以現在來講 這些結構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們的中心力為中心 發出的這些絲狀結構 它會拉住你的藍色體 使得它向後移動 使得你複製的藍色體被分開來 叫做二分體分離 讓中心結被解斷 然後這邊往這拉 這邊往這拉 使得複製的力拉到兩個子細胞裡面 意義在這裡 那這些結構只是過去的名稱 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也一次強調 有絲分裂的絲 是指藍色體 因為當時的顯眼鏡 看不到仿錘絲 只看到這個好像梭子一樣的結構 所以叫做做仿錘體 一直到了很後期 1960年代以後 才看清楚原來仿錘體是一絲一絲構成的 可是那時候有絲分裂的有絲 早就命名了 所以有絲分裂的絲 指的是濃縮成棒棒狀的染色體 濃縮成棒棒狀的染色體 就是這些結構 就是這些 當時的科學叫 這什麼絲啊絲啊絲絲絲絲 就叫有絲分裂 Metosis Metosis這個字來自於希臘文 它指的是繩索的意思 分裂過程出現繩索 那個繩索指的是染色體 染色體 好 那我們有絲分裂就說明到這